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好 先講你個人的旅遊背景 我個人其實相當樂愛自助旅遊 那其實從可能是亞洲地區到歐美 然後其實都有 那其中的話像亞洲地區的話主要像是日本 日本就從像是我們有些會搭郵輪到石原島 然後還有到日本的金板神奈良 然後再來就是北海道 然後當然我有去過就是中東國家 那邊其實算是歐洲就是土耳其 那土耳其那時候大概去了10天左右 就開熱氣球然後也是自助 那土耳其自助其實難度是很高的 因為那邊有些時候語言是完全不同的 不是用英語就對了 連英語語也不同 所以那個自助起來難度非常高 印象很深刻 然後再來的話自駕就是還有到 就是美西的部分 就是那個San Francisco 然後再來就是還有就是LA的部分 然後那時候就是也是自駕去玩了一些海岸 像那個Santa Monica 然後或者像San Francisco 相關的一些mall這樣子 然後也是做自駕 那再來其中我覺得裡面最經典的部分 就是今天會特別介紹冰島這一塊 因為冰島這一塊書其實主要是在我自助旅遊裡面 我覺得特色最明確 然後也是自助難度跟土耳其比起來算是最高 然後土耳其算是次高 那東北像日本的東北啊 或是日本各區的環島就覺得就還好 那當然沖繩我也有環島的經驗 對不過相較難度來說的話 冰島難度是最高的 可是冰島他在書裡有講到英語不是會通嗎 那他還有什麼其他難度 冰島很特別的就是啊 當時我跟我太太規劃的方向 是我希望可以去做一個蜜月旅行 而且在網路上你可以找到一些景點資訊 可是這些景點資訊他不會告訴你 行程怎麼拍是順暢的 再次他也不會告訴你這個景點 你應該花多久的時間 然後再來是因為冰島其實他有永驟 跟就是有極光的那個月份 所以他其實月份是不同的 所以你要去注意一些細節 然後冰島一天可能會有四種氣候 所以他可能會有晴天雨天 然後冰雹 然後或是雪下雪 所以其他的氣候的複雜度很高 所以穿著的部分 其實當時我也花了很多時間去理解 然後再來就是怎麼去列極光 因為列極光這件事情 其實網路上的資訊很多 可是不見得每一個都符合我們的需求 那跟到了極光之後 再來下一個難題就是要怎麼去拍極光 所以其實從我們剛開始講的 從行程的規劃 到行程需要花多少的時間 然後到怎麼樣比較順暢到找極光 拍極光 然後甚至到怎麼樣去做自家環島 其實他整個過程是有一個定程度的難度 那這個訊息其實這網路上找啊 你要找到比較有系統化架構難度很高 比較雜亂就對 對會難度比較高 而且有時候網路找文章有時候這個 時間如果是好幾年前那個資訊可能又沒有更新 所以會有一些問題啊 對沒錯 所以透過這樣一本書的整理 其實會給想去冰島人很多的一個幫助 那去冰島之前呢先講一下季節 那個你推薦的這個季節是哪一個 其實坦白說我最推薦是在冰島的10月 因為冰島原則上它的春季跟夏季是永咒 所以原則上那時候去的話 你也可以玩 可是玩的部分的話就是會扣掉一塊主要的環節 就是看極光 對那永咒的時間 都不會天黑啊 都不會天黑 就是一直都是亮著 所以永咒的好處就是你可以一直玩 你只要體力撐得住你就可以一直玩 然後開車也相對安全 因為沒有夜間的問題 對那只是就是少了極光這一塊 所以它永咒變成它的淡季就對了 也不一定 有些像英國地區歐洲地區離冰島近 搭飛機大概三個小時 他們其實就也蠻喜歡永咒的時候過去 那只是以我們亞洲區的國家來說 我們過去其實目的都是為了極光 對所以可能就分國家區域會不同 所以他們很永咒就是適合他們的歐洲人的短期旅遊就對了 對可以這麼說 那我們去這麼長的時間 我們當然要看到直播 對那其中我最推薦是10月份的原因是因為 它10月份剛好是我們講的就是夏季跟冬季的一個交接的時間點 就冬天要開始 對所以那時候你可以看到夏天的景色 就綠意盎然啊 然後到北冰島的時候你又可以看到下雪 所以你可以看到晴天然後彩虹 然後很漂亮的草地綠地 然後你可以到海灘 然後看就陽光差的樣子 然後隨著你環島由南到北邊的時候 你會開始看到有雪地冰雹 然後像我就裡面書裡面有拍到一張是 我到一個火山口 然後火山的山頂上已經在下雪了 所以那個火山口都變成白色的火山口 所以變成你在10月份的時候 你有機會在短短的9天內 可是你可以玩到各個季節冰島 你可以看到不一樣的景色相當美 就是把它這個非常特殊的一個季節一次看完就對了 對沒錯 好那到冰島前需要做什麼樣的一個準備 先跟我們講幣別好不好 原則上冰島他們就是冰島幣 那很多就是因為我自己有一個部落格 所以很多要去玩的一些旅客都會問我說 是不是要換錢 那我坦白說我個人的經驗 在冰島我只有一個時機點會用到冰島的錢幣 上廁所 要給零錢就對 對所以除了上廁所之外 你從到超商啊然後加油 然後一般路邊你買一些東西 吃的喝的原則上全部都可以刷卡 就信用卡就可以刷 對它全部都可以刷卡 所以在冰島原則上幾乎你帶一張信用卡 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那除了剛剛講的換幣是為了上廁所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我覺得很有特色就是冰島的錢幣啊 它本身上面都會有一些動物 有些海豚啊或是在地的一些動物的一些圖騰 所以其實我有留一系列就是 收藏就對了 對對對那個其實我覺得蠻值得收藏的 然後它是1比4是不是 對差不多 那這樣子消費算跟台灣比起來是算貴還是一般 坦白說算很貴 我當時我的目標是希望可以去一趟就是 還OKCP值高的蜜月旅行 然後去了現場發現我差點變窮遊 因為其實那個費用差異很大 我可以舉個例子 像如果我們在台灣就是你吃一個漢堡的話 大概一百多塊 然後到冰島的話大概差不多換算起來是六百到七百 一餐就是一餐漢堡套餐這樣 是他們的六百七百是我們台幣 我們台幣的六百七百 那超級貴 非常貴 所以到那邊的話原則上 我會建議給遊客的一些方向是 自己帶那種空解鍋或是燜燒鍋 自己去那邊煮一些東西來吃 可能是個不錯的方法 然後另外再來就是自己可以到那邊 那邊有個超市叫做小豬超市 它又叫peak 然後你可以在那邊買到很便宜的食材 然後你可以自己煮 所以要嘛就自己帶設備自己煮 不然就去找那種有廚房的民宿自己煮這樣 它那個就有點像我們全聯是不是 就是有連這個三餐食材都可以在那邊買到 對差不多 只是在冰島那個費用的確是相當貴 坦白說如果你真的希望三餐都吃得很好 在那邊恐怕難度很高 對 所以要省錢就是盡量要自己煮 然後要找廚房的民宿就對了 對省錢最好的方法是這樣子 因為在地的餐點的費用真的是偏高 買機票有沒有技巧 因為大部分都轉機嘛 對 機票的技巧會建議就是原則上 在去之前你可能就要先去看 因為有些時候會出現一些所謂那種 比較便宜的機票 那其中的話 我們當時找的方法是就是先透過 就是Google的Fly 它上面可以先去找 然後找完之後我們主要把它拆三段 因為其實轉機有分嘛 我們是從 先從台灣飛到香港 再從香港飛到 英國 對英國 再從英國飛到冰島 所以其實它也有不同的飛法 它其實也可以從那個阿姆斯特丹 所以其實在假設你是可能規劃 一年後要過去的話 那我建議就是從這時間點就可以開始關注 機票的價格的差異 所以其實我認為就是提早 一年先做這樣機票的一個選購 就慢慢搜尋就對了 對慢慢搜尋 然後其實它也有一些廉價航空 對不過最近 因為冰島有一個廉價航空 最近好像就是有停飛了 所以陸續狀況我們還在觀察 所以大家可能要稍微關注一下 好那解決機票 那再來是住宿也是在台灣的網站先訂嘛 對才會省錢嘛 對不過住宿要特別關注的是啊 冰島的住宿跟台灣很不一樣 它本身有些住宿的房間 它是沒有附一些牙刷牙膏洗面乳 或是像 就環保 對對對因為環保 所以其實他們是沒有附這些東西 所以你在上網的時候 你必須要特別去確定他有沒有附這些東西 尤其包括像毛巾 他有些時候是沒有毛巾的 然後另外一個更要關注的是早餐 因為以冰島環島來說啊 我個人的經驗是大概在冰島的南邊 前面三到四天的時候 你還會有附近都還會有一些超商 或是吃的可以去買 那你大概偏到冰島東部到北部的時候 那個大概你住的地方旁邊是沒有任何餐廳的 就比較荒涼是不是 所以一定要有早餐 不然原則上你可能一早起來 你要餓肚子餓很久 開很久的車你才有辦法找到東西吃 對 所以它的大城就是比較西南邊就對 大城是在西南邊就是雷克亞維克 那它在北部的話也有一個第二大城叫做阿克雷里 那阿克雷里也算是蠻有特色的地方 只是以環島來說的話 通常會建議一定要經過那個城鎮 因為城鎮裡面有一些不一樣的一些景色 像是教堂 然後或是他們裡面有一些 就是一些購物的一些商城商店街 然後裡面有很多的牆壁有一些所謂比較歐洲風的彩繪 那其實相當有特色 好那當然這個自駕油最重要就是租車對不對 那租車也是國內先訂嗎 租車也是國內先訂 對那租車的話會給各位 我們聽眾朋友要特別關注的其實有個議題啦 因為租車其實裡面它有很多的保險 其實剛開始我在租車的時候 其實有遇到很大的瓶頸 就是網路上太多不一樣的建議方式 導致我真的不知道那個保險我該怎麼選 不知道該保哪一些就對 對不知道從何下手啦 所以後來我就認真研究一下就是 因為在冰島環島的過程中 車身原則上一定會刮傷 這個是我個人蠻肯定的情況 就是一些碎石頭是不是 沒錯所以它其實有一個保險叫碎石險 我個人是非常建議那個是必保的選項 不然原則上到時候你九天回去你還車的時候 他只要看到刮痕 你不好意思你可能就有一些 就賠 對荷包就要失血了 所以像他在保險的部分 有這些可以要稍微關注一下 那租車的部分的話 冰島租車最起碼超過五間到六間的廠商 蠻多間的 那我個人我租的是Bluecar 那原則上服務很快 就是從交車到環車速度都相當快 所以我是蠻推進 都是在機場嗎 都是在機場 都是在機場所以蠻方便 他開車到機場然後交給你這樣 冰島比較特別 其他國家是這樣 在冰島的話他們是 他們的機場旁邊就有一大個區域 全部都是租車邊 租車行 對所以你走路大概10分鐘的時間 你就可以到各式各樣的租車行 你可以去現場挑 只是我個人是覺得先租是比較保險的 所以租車最重要就是 除了價錢考量 再來就是保險 什麼該買什麼不該買對不對 對然後再來另外一個 很多遊客會特別跟我這邊做討論的就是 我應該租一般的房車還是我應該租四輪驅動的休旅車 那原則上其實我這邊如果各位就是聽眾朋友想要去的話 我個人建議四輪驅動的休旅車是不錯的一個選項 因為冰島其實在南端結束之後 開始很多路段其實都很像在跑那種拉力賽 就是他有很多的砂石山路 然後甚至於有一些路面其實都是坑洞 那個車子如果避震性不好 你可能自己會開到雲車 對 所以那個還是有地形的考量就對了 還是有地形的考量 那當然如果天氣季節穩定的話 開一般房車也沒有問題啦 只是如果說以環島來說的話 我會覺得這樣環島的行程的路 其實各式各樣的碎石路都會遇到 所以四輪是比較推薦的四輪驅動 所以你這樣九天等於就把冰島繞一圈了 就是完整的繞完一整圈這樣 然後這本書特點就是把每一天的景點 一天一天這樣寫的非常詳細 所以幾乎可以拿著你這本書 照著你的行程走一遍 坦白說我這本書當時寫的目的只有一個 因為我去九天我總共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才做完這個行程 所以當時我就覺得我不要有 就是要去冰島的那種探險家 他們在像我一樣 每次去之前都要這麼痛苦 所以我的目的就是你只要買好機票 租好車訂好房間帶著這本書 OK就可以出發了 這是其實我最終的目的 那原則上這本書的目的大概也是這樣子 所以原則上九天很完整的行程的規劃 甚至到我連住宿的地方我都有一些建議 所以假設你真的不知道住哪裡的話 其實也可以照著我上面規劃 直接下去訂房間 所以你那時候訂房間的考量是什麼 就是價錢嗎還是 價錢是個考量 然後 早餐也是個考量 然後再來就是獨立衛育也是個考量 因為個人就是覺得比較喜歡獨立衛育 那如果有些背包客其實是喜歡 就是希望 共運也無所謂 對共運也無所謂 那個成本又可以加到更低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距離 因為其實冰島其實他蠻大的 所以當時在環島的過程中的話 我是有去規劃點跟點之間 一天開車可能不要超過四到五個小時 所以其實我是盡量用這樣方式去規劃 這樣比較不會疲勞駕駛 所以盡量每個點都很平均就對 對每個點都很平均 那只是相較來說的話 北冰島點跟點之間比較遠一點 就不像南冰島這麼密集 所以北冰島來說的話 中間最長可能會有一趟單程 要開到兩到三個小時 對那個可能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需要休息或是換假 那我看你一路這個九天的行程 這些景點好像很多都是天然的景點 那都等於是都不用錢嗎對不對 坦白說冰島需要錢的大概 我印象中就兩個 第一個是冰島有個很漂亮的景點 叫做藍湖 就是它是一個溫泉區 可是它整個湖面都是藍色的 那個剛開始過去看到的時候 如果在台灣 台灣人過去可能會嚇一跳 就哇這個景點在台灣根本看不到 那這個裡面就需要付費 對它就需要進場付費 那也有分就是在裡面有需要喝酒的話 它其實有喝酒的費用 然後有浴巾的一些費用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要費用 就是冰川健行 就是冰島有另外一個更大的特色 就是你可以去爬冰川 就有專業的領隊帶你就對了 對會有一個專業領隊帶你 然後它有分就是2.5小時到5.5小時 兩種行程 兩種行程 那其實這也是很多我們的旅客會問的就是說 5.5小時會不會體力撐不住 對啊走5.5小時 而且還是爬冰川 對最多人問我的是說 我帶我爸媽去的話 會不會很不孝 那當時會跟他說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它5.5小時 原則上它大概每走一段時間 就會讓你休息一下 然後中間還會有一段時間 讓你可以去吃自己帶的巧克力啊 然後喝水休息這樣 然後沿途其實也沒有太誇張的路程 就是穿著那個冰鞋 然後他會給你一個冰鞘 然後就這樣子就上去了 所以是爬冰瀑布還是走這個冰的路這樣子 冰山路 走冰山路 那其中比較有趣的就是 他會給你那個冰鞘 然後那冰鞘我剛才所想說 拿到的時候心裡有點緊張 又想說 是不是要做一些很厲害的一些爬山的動作 後來我發現我帶到山上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拿來拍照 這是工具這樣 對啊其實就是拍照的工具根本用不到 不過冰川那個 如果大家有問我啊 2.5小時到5.5小時 我大部分給網友的回覆都是 5.5小時我個人是最推薦 因為冰川它是這樣 越下面的冰川它的顏色越灰 越黑 比較髒一點 對所以你拍不出漂亮的照片 所以你真的想要拍出那種就是雪白色的 甚至可以陰到藍天那種藍色的那種冰的話 真的就是要爬到越高越好 所以5.5小時的行程 剛好可以讓你爬到就是冰川的山頂上 那個雪都真的很漂亮 拍起來效果很好 所以照片有差就對了 有差 有差當時我爬文爬了很久 因為當時我也擔心就是小弟體力是不是比較不好 會不會爬不上去 可是我想說一趟都過去一定要看到漂亮的景色 後來爬完之後發現體力是OK的 5.5小時要多少錢 5.5小時當時我沒記錯的話應該花了 那個好像15490欄克 對大概差不多3000多塊左右 那也還好啊 還OK 所以他有附什麼設備嗎 除了這個冰鞋 那個冰鞋還是什麼 他就給你冰鞋 然後還有一個工地很像工地的安全帽 我裡面有一個很像工人的那個穿著 然後還會給你一個就是那個釘鞋 就這樣 不過去參加這個行程 有個台灣遊客要特別關注的就是 因為那個釘鞋啊 他本身是直接扣在你的鞋子上 所以你的鞋子最好是登山鞋 而且硬度要夠硬 不然如果你是那種軟鞋的話 他一扣上去可能會直接扣到你的腳 就會挖挖腳 對腳就會痛 所以當時我為了去爬這個山 我是特別去買那種Tiblen的那種黃靴 他扣上去反而就不會不舒服這樣 就是你的鞋子要夠厚就對了 對要夠厚而且要防水 因為山上他其實都會有一些水啊 然後其實都很容易很容易濕透 然後再來就是穿著 因為他那邊也可以租雪衣雪庫 可是其實費用也是蠻高的 那其實我當時我在台灣 我自己就先採購了一批就是雪衣跟雪庫 所以就特別戴上去這樣 所以該買的是要先買就對了 在那邊租等於不划算 建議協買在那邊租其實沒有特別划算 對而且又有別人的味道 是是是 我們來介紹一些其他的天然的一些景點好不好 有沒有特別印象深刻的 其實冰島我這邊覺得他其實有些點 像第一個是剛剛講到的蘭湖 那個我覺得一定要去泡一下 因為蘭湖他的特色不只是那個湖面 他特色其實是他裡面有一個火山林 所以其實他在他很特別 他在湖的側邊有一個Lobby 然後那個那個有一個櫃檯 然後櫃檯就等於是放在湖面上 然後旁邊有給你一個桶子 然後就看到很多外國人在那邊 挖那個泥巴往臉上拼命抹 對因為那個金座有美白的效果 然後說對皮膚也很好 所以那其實是相當有趣的行程 然後再來就是冰島 他其實另外有一邊就是有間歇拳 就是他那個泥會從地上噴出來 不定期的進去 不定期的噴出來 那聽說他噴的越高代表人品越好 好我這邊開玩笑 原則上就是他就是會噴的很高 你可以跟他做拍照 那當然的話再繼續走的話 還有一個就是彩虹瀑布 那瀑布我印象很深刻喔 當時我在Google這個行程的時候 有些人說他沒有看到 可是有些人說他有看到 當時想說這個彩虹瀑布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網路上的照片是劈圖把彩虹劈上去了 然後直到我真的當天過去的時候我嚇了一大跳 哇我真的看到一個瀑布上面就掛著一條彩虹 所以理論上只要有太陽出來的話 那個彩虹應該就會出現對不對 對所以我在那邊大概待了 應該有一個小時左右 因為他旁邊還有一個階梯可以往上爬 那個小時就是那個彩虹其實都在那邊 那其實有彩虹有強弱之分 可是原則上都很漂亮 然後再繼續走的話有火山沿 火山可以去做一些觀望 然後再來最經典的行程我覺得就是極光 可是極光的話我覺得那個漂亮的程度 就必須要看你追極光的技巧跟運氣 因為其實在冰島他們很特別 我在說裡面有寫他們有一個烈極光的一個網站 他會告訴你就是目前哪個地方的雲霧偏少 那你這個區域就有機會可以看極光 就有馬上通知這個機資訊 對對對他會跟你說幾點到幾點那個雲那會飄到哪裡 他會這樣幫你做討論 然後再來就是極光那邊有個極光指數 那個也可以參考 所以原則上就是極光指數越強 然後沒有雲霧的地方 拍到極光或是看到極光的機率就很高 那極光那個就不用講 那個真的剛過去看到的時候那一瞬間會很感動 因為覺得哇我第一次看到有這麼美麗的光束在空中跳舞 所以那個還是要錄影才會更感動對不對 看到那個光幕這樣子會移動一下 對可是當下我印象很深刻 那天晚上我就是很急著想要拍極光 然後我就先在那邊架攝影機 然後當時我問我太太說 欸那個極光出來沒 然後太太就說極光已經出來 然後我還在那邊喬攝影機 然後等到我親眼看到極光的時候 我已經忘記我要拍 然後就整個想哇那個畫面很漂亮 對所以是一個很很驚人很吸引人的一個畫面這樣 對然後再來就是到北冰島部分的話 其實也有一些不一樣的景點 就是它有很多的火山地形 對那火山地形原則像那些地形的特色就算相當特別 有一些火山口 像它有一個火火山 它叫做克拉夫拉 然後那個火火山就是它之前其實有爆發過 前幾年嘛 對然後現在還不知道還會不會再爆發一次 所以去的時候你會有一種很很新鮮的感覺 然後北冰島特別是在它的地形 當時我去冰島之前我是看到一句話 我就覺得哇我一定要去 當時那句話就說如果你去不了月球 那你就去冰島 然後我到北冰島的時候我就真的很有感覺 就是你在爬那些火山啊 它有真火山跟假火山 那個地形的感覺 你就覺得哇真的好像到另外一個星球一樣 相當特別相當漂亮 所以冰島這麼多天然的這個景點 是還真的不自駕不行 要不然你你是不是交通工具很麻煩 對坦白說就是交通工具有到達的地方 通常都是在南邊的冰島 因為南邊冰島離市區比較近 然後南邊冰島的點跟點之間的距離也比較近一些 那北冰島是真的難度就比較高了 沒有自駕我個人認為就是要去的話 成本恐怕會很高 對而且自駕有個好處 因為冰島坦白說 到那邊你都會得到一種症候群 那種症候叫做不斷拍照症候群 你車子會走走停停的 大概開五分鐘 你就會想要停下來拍個照 然後再開五分鐘 哇這邊好漂亮繼續拍照 所以整趟其實那個行程很多都花在拍照 因為景觀太特別了太漂亮 在書裡有講到冰島還蠻多電影去取景的對不對 對冰島它其實像有一部電影是跟異形相關的 然後那部電影裡面的話 其實它就是在一個微火山那邊去做取景 然後因為它那個微火山的地區 你看起來你真的覺得它很像剛剛講的月球 所以其實很多太空的電影都會在那邊做取景 很像外太空荒涼的感覺就對了 沒錯沒錯 裡面還有講到這個海豹海灘 然後你說你那天沒有看到海豹 講到這個我就覺得很歐 因為當時我在Google 我有找到就是他說 就是有一個海豹海灘 然後聽說可以看到很多海豹 然後當時我看到那一個網友 他寫的那個文章 他也是寫說他一隻都沒看到 然後可是也有網友說他看到好多隻 然後那時候我想說是真的假的 然後我就開車開過去 然後開過去的時候他那邊還立了一個牌子喔 我在書上把它拍一下 那牌子就寫說有分幾種海豹啊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幾種海豹 然後我就很開心的就跟我太太下了海灘 然後下海灘找了之後 我一隻海豹都沒找到 然後找到了一群羊在那邊吃海草 所以就是這個可能也是跟人品有關係 所以這也是跟間歇拳的概念是一樣的 需要點運氣 好那裡面還有介紹很特別這個冰島碼對不對 冰島碼為什麼那麼嬌小 冰島碼很特別 迷你碼 這個跟他們國家政策有關 冰島他們是不引進外來的品種的馬 怕混到 對所以他們的血統是百分之百純的冰島碼 那我當下很深刻 是我大概第一天開車的時候 我就是在路邊我看到一隻冰島碼 然後我看到他說我遠看我以為是什麼 我以為是科基 因為腿短短的 對然後冰島碼的特色就是他腿很短不高 然後可是他的頭髮又很長 就他有很長很長的瀏海這樣 所以你只要看到那種短腿碼 就哇好可愛 所以當時我寫一個文章我就說冰島碼在我眼中 就是所謂的馬中科基 短腿碼 對短腿碼 還有冰島羊 冰島羊也短腿碼 冰島羊的size 跟一般羊類差不多 可是他的髮質可能跟一般羊就差異很大 我用髮質來形容是因為冰島的羊 他們的那個毛髮遠看的感覺很像拖把 就是一節一節的然後通通纏在一起 然後看起來厚度很厚 然後所以當時我跟我太太就戲稱他們叫做拖把羊 因為就是遠遠的人就會看到它很厚一層 然後冰島羊原則上跟我們一般想像的那種動物也不太一樣 是因為他們很多羊是放羊的羊 所以他其實並不是說是人羊是野生的 然後所以當時我看到羊我就很開心想說我要去摸牠 然後我記得我手快要接觸到牠的時候 牠就突然衝過來追我 其實牠是有野性的而且蠻凶狠的 所以後來我就才不敢去想要摸羊這件事情 我就會被攻擊 你在書裡特別講到說你吃那個羊肉肋狗 是這個唯一一個比較廉價的美食非常感動 然後那個羊就冰島羊嗎 那個羊沒錯就是冰島羊 可是那個羊肉肋狗是真的很好吃 我會特別提是因為在雷克亞維克市區 那個羊肉肋狗他加可樂他的費用 原則上大概就是跟我們台灣一般吃吃漢堡費用差不多 對所以以在地來說算是相當的廉價 然後其實又很好吃 然後它裡面又很有特色是因為幾乎各國的旅客 好像都有一些部落格都有寫它 然後加上 對再加上柯林頓之前的美國總統我去那邊吃過 所以他都聲明大噪所以大家就在那邊吃熱狗 所以他那個就是路邊的小攤販這樣子 都有在賣是不是 對他算是路邊的小攤販 可是僅此一家 只有這樣 就是在雷克亞維克大家都推薦那個點這樣 對 幫我們講市區的一些景點跟建築好不好 你在冰島的建築還蠻前衛的 冰島的建築原則上他們都跟他們的大自然有關 所以像以市區來說他們有一個叫做就是 就是他們市區的一個教堂 然後那個教堂很特別是他是用就是 船跟火山的概念去建設的 所以他本身那個教堂對他都長得尖尖的高高的 然後他側邊他用一階一階的概念下去做 那其實他一階一階的概念就是用他在北冰島的玄武岩 像孔湖那個玄武岩做的 對對對所以其實他們裡面的建築物 尤其是教堂 他們都會結合就是他們地方的一些 無論是火山地形 然後或是雪地 或是他們所謂的維京人的血統要有船 然後或是就是要有一些特殊氣候的一些概念 對所以他們其實在建築物方面我覺得特色都蠻強烈的 尤其是教堂 因為在冰島其實我很愛拍他們的教堂 他們從市區的教堂到 就是南冰島教堂到北冰島教堂 原則上每一個教堂都相當有特色 像他在北冰島有一個教堂叫做鯊魚教堂 然後當時我就想說為什麼叫鯊魚 然後後來就是看了看了半天 我就覺得其他可能比較像鯨魚 就是角度不同 可是他們每個設計都有他們當時的一些原理這樣 都有一些大自然的元素就對 對對對 所以冰島人其實他們對於大自然的那一種崇敬 跟那一種紀念的性格是相當感性的 接下來我們講一些紀念品好不好 到冰島你有特別喜歡或帶回來哪些東西嗎 冰島我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個東西 就是可樂 可口可樂 很多人當時都問我說 你為什麼要特別去冰島喝可口可樂 因為冰島的可口可樂 可能是因為他們地方比較偏的關係 所以他們的可口可樂是他們在地生產的 那冰島其實最有名的 我覺得就是他們的酒也不錯 可是最有名其實是冰島的水 因為冰島的水他其實是完全沒有味道的 那你有試過在冰川弄一塊冰來吃 你是不是跟冰島水一樣味道 差不多 冰川健行還有一個很特殊的行程 是山上可能會有一條小溝 然後你可以在那邊做福利挺身 然後把頭壓到水裡面去喝水 對所以他的可樂他說做出來的感覺 會味道不一樣 特別的甘甜 聽說是這樣 那我喝完之後我是覺得 可能有一點不一樣 可是感覺沒有差很大 可是喝水的話 台灣人會有感覺 你會突然發現 原來我們喝的水都是有味道的 我到冰島之後才發現這件事情 完全沒有味道的水 完全沒有味道的水 那喝完一口之後你就會覺得 哇這個真的是世界上很甘甜的一種水 他沒有味道 所以他們的水應該就很便宜了 是不是因為在地的 在地的不過他們也是有分水也是有分等級 便宜跟貴的 對便宜跟貴的 不過原則上他們的喝水的方式 就跟在台灣是跟在美國或日本是相同 就是直接打開都可以飲水 對所以他們一般的冷水你直接打開來 他就可以直接裝 就不需要特別去飲水機這樣裝水喝這樣 對對對 我們來講你這個晚上都在民宿裡都煮什麼 你都去那個超商買什麼來煮 這個說來有點有趣 我們有去買那個義大利麵 對然後他有義大利麵然後還有醬 然後我們有去買一些菜來煮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有做漢堡 所以有去買一些肉排 對他其實也可以自己做漢堡 然後切一些番茄來吃 那坦白說在冰島我個人其實印象中最好吃的其實是我從台灣帶過去的麻油雞麵的泡麵 因為冰島很冷 它那個冷起來真的很冷 然後再來就是其實冰島的餐飲跟我們亞洲還是有點不同 還是有點不同 口味不同 對還是有點不同 他們大部分還是都是吃漢堡相關的食品 所以冰島沒有賣自己的泡麵嗎 有然後我們有吃吃完一包之後 另外兩包真的沒有開 有這麼難吃 味道不太一樣淡淡的 就是我們台灣的泡麵我覺得那個調味是有調味過的 比較重 冰島他們的那個泡麵的味道 不能說不好吃 這可能對當地人不公平 因為畢竟我習慣吃台灣的泡麵 可是真的味道跟台灣的差異有點大 那冰島因為這個地形的關係 他們海鮮有特別便宜嗎 海鮮的部分的話其實沒有 沒有 冰島講到海鮮這邊就要分享 因為其實在冰島的東南邊 它有一個地方叫做霍芬 當時我們在那邊有一間龍蝦餐廳 那個龍蝦餐廳就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好吃 就是它的那個龍蝦就是很新鮮之外 再來就是它有一些調味 那更有特色就是你去的時候 它還會給你穿一個圍兜兜 然後上面畫一隻龍蝦 然後它桌上放一張紙 然後那個紙上面還會教你說 這個龍蝦你應該要用哪些器具 然後教你那個切龍蝦的SOP 怎麼樣把蟹殼給剝乾淨這樣 所以它的海鮮是好吃的 可是真的沒有比較便宜 非常貴 所以你那天也有去吃這個龍蝦餐 那天有去吃那個龍蝦餐 所以這個9萬塊其實有些時候 我還是有點奢侈 所以算是比較豪華的一餐就對 對 所以其實真的想要cost down的話 想要更低其實是辦得到的 對啊 我們就想說冰島這個四面環海 那它的海鮮應該比較便宜吧 想不到這個是整個冰島物價的關係 冰島物價其實是偏高的 對 好我們來講退稅好不好 這個在蘇里有講到說冰島也有退稅 對 而且還蠻方便的 對它退稅的話 原則上就是你在購買一些商品的時候 它會給你一個憑證 然後那憑證你直接到機場的時候 它就有一個退稅的櫃台 所以你再離開機場 離開要說要離開冰島那一天 你就去那個櫃台零櫃 它就直接退稅給你 相當方便 就也不用特別去做一些申請這樣 對 好那既然要自駕其實在路上的一些標誌 還是要看的比較清楚 跟我們講一下在蘇的後面有附入 這個有哪些是特別要注意的一些交通號字 分享一下就是冰島它其實有一些號字 像它有一個號字是圓環 它就畫三個箭頭一個圓圈圈這樣 然後那個圓環的號字是這樣子 冰島跟台灣不同 我們台灣是進入圓環就是看到圓環就進去了 他們沒有你到圓環的時候 你要進去圓環之前你要先停 然後確定在圓環裡面的車都離開之後 你才能進圓環 所以如果你沒有照著這個圓環的規則去開車的話 是會被開單的 然後開單是照相還是錄影 原則上我沒有被開 所以個人沒有經驗 可是根據我那時候就是調查的結果 他們是說是拍照 然後另外一種違規的情況 就是大家千萬不要超速 因為冰島其實是有相機的 不過根據我的經驗它的相機大概是在西邊的冰島 從就是教會山回來 雷克雅維克那個地方 那邊會有兩隻相機 那其他區域就是可能是用那種類似台灣的三腳架 就機動的 然後冰島的罰單很貴 聽說拍到一張幾萬塊這樣 然後在你離開前還車就會被抓到對不對 就一定要先付對不對 很好玩 很好玩事情是這樣 因為當你在註冊的時候 它會有你的信用卡的資訊 然後也會有你的email 所以原則上你回台灣之後可能隔一個月之後 你就會收到一個罰單 然後會是由那個你的註冊 註冊的公司會直接發mail給你 然後就會問你是要不要用信用卡繳這樣 對所以想跑都跑不掉 它其實是會開單的 聽完這樣的分享我發現這個 自駕唯一的風險就是那個 剛剛講的這個石頭碎石很多 然後一不小心噴到車身 它就說你刮到 是不是那個算是比較有風險的 所以就要靠保險對不對 對那個是比較有風險 然後另外一個是冰島的路 其實離開市區之後 離開南邊冰島之後 其實有些路並不是那麼好開 它會有很多坡很像那種麥當勞坡 對對對就是你在開的時候 欸我前面的路怎麼突然不見 然後你又下去了 然後又上來了 騎起伏伏 然後它有些路其實 如果是夜間開的話 因為它的坑洞其實有些路 那種我們叫爛路 就那個路坑洞其實很深 所以那車子其實有些時候會彈跳 撞到會很大力 所以其實在開的時候變成你車速 可能只能維持在二三十 不然那個車子大概坐起來會相當不舒服 然後其實有不少網友會 之前就有網友跟我求救 他就跟我說就是他開一開 然後因為爛路太多 就要不小心就撞到路邊了 哇然後他就說這個要怎麼辦 所以在書後面我有附就是 那個交通大隊就是 危難救助的一些電話 大家也可以聯繫 電話跟QR code就對了 對對對都有 所以其實自駕的話 其實就是要小心謹慎 除了罰單跟爛路還有實質之外 欸如果自駕那是不是因為 如果你想要更省錢 那是不是剛好四個人抽一台車 是更划算對不對 更划算 只是中間有一個點 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因為如果四個人 然後四個人都很喜歡 就是打扮自己的話 你可能後座是塞不了四個大型的 可能二十幾吋的行李箱 可能是進不去 對所以可能就是大家必須要分配一下 有的人就只拿大行李箱 有的人拿小行李箱 這樣你的車子後座 你才有辦法塞進去這樣 喔就是怕行李太多 對啊因為行李要帶著走嘛 對沒錯所以行李是每天都帶著走了 所以如果是四個大大型的行李箱 通常一般休旅車是進不去 所以你這樣子幾乎每天晚上都換不同的這個住宿 沒有連續住兩天的 每天都換 每天都換 就為了跑行程嗎 對為了跑行程 然後也為了去體驗不一樣的冰島 因為像東邊的冰島 當時我有住一個地方 它是一個小木屋 那個小木屋印象很深刻 就是當你進去的時候 你就看到它裡面木屋的那個配置 你就覺得哇滿滿的北歐風 然後看起來相當的高級也舒服 然後裡面還有就是那種小火爐的裝扮 一些蠟燭的裝扮 你就覺得哇這些裝飾看起來很漂亮 然後更特別的是它裡面 還有放一個小的無線電 那個無線電是這樣 當今天可能晚上就是 或是10點11點之後 突然有激光的時候 哇民宿老闆會無線電趕快通知你 叫大家趕快出來 現在有激光現在有激光大家趕快出來看 大概是這種概念 所以在外面就看得到 在美宿外面 對而且它那個 我住的那間小木屋 我推薦是因為它幾乎沒有光害 那個你把車燈一關掉 你大概就是全黑 身手不見五指 所以那個激光在空中是相當明顯的 而且其實激光在 我在南邊冰島看到激光 跟在東邊冰島看到激光 又不一樣 哪邊比較漂亮 南邊當時 因為激光指數 可能沒有那麼高的關係 我看到的是綠色 那我到東邊的時候 我看到紅色白色跟綠色 還有點偏紫色 這幾種顏色在空中這樣飄逸 所以北邊比較漂亮 顏色越多越漂亮 我覺得也是開眼鏡 所以還是有範圍大跟範圍小的差別 對 所以那個激光真的指數很強的時候 然後天上又沒有什麼雲霧的時候 那個激光是真的非常的漂亮 最後分享一下這個 冰島人是不是都很熱情對不對 所以其實在冰島 要自助旅行或自駕遊的話 其實當地人也可以提供很多協助對不對 對 冰島人相當特別就是 印象很深刻 我有一天就是 因為在冰島開車 你很容易開到一個狀態 就是你的車子不管怎麼樣 它都會變成土色的 對 因為它的爛路實質太多了 然後那天我記得 我就開個加油站洗車 然後因為我就用清水洗 有點洗不掉 然後突然之間我就看到 有人拿了一罐洗車精 來幫我車上倒 就是個冰島人 然後他就說這樣洗比較乾淨 然後就幫我倒 然後我就開始洗車這樣子 就有差 對就有差 然後再來是吃東西 或是你在地方問路 原則上 冰島的人民的特性 就是他們很好客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 我覺得更好的地方是 他們的英文都很好 對所以其實你不太擔心 就是在那邊講英文會不同 他們其實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他本來就雙語就對 對 好最後克里斯講一下你的粉專好不好 聽眾朋友如果讀完這本書 有相關的問題 是不是也可以在粉專 去得到一些資訊這樣 可以 我的Facebook的粉專 就叫做克里斯筆彈手札 對 那筆就是籤筆的筆 彈的彈話的彈 然後手札就是筆記本那個手札 對 所以這是我的粉專 所以大家有問題 都可以上去做一些詢問 所以裡面就是分享你這個 旅遊相關的一個經驗就對了 從旅遊相關 還有就是我自己很常去找一些 各國的一些秘境 然後各國一些漂亮的景點 我也會跟大家做分享 然後其實自己也在找自己 可能下一趟旅行的一些素材 所以其實在我的粉專裡面 大概有蠻多是外國人 就是一些是澳門 新加坡 馬來西亞 香港 然後其實他們來看的原因 都是因為他們就是 可以看到很多 不一樣的各國的一些秘境 然後再來就是我不時會分享一些 冰島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景點 那你下一趟有預計了嗎 時間定好 目前還在規劃中 因為接下來可能還會再有一本書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然後類型也會是類似就是這樣 就是很完整的一個就是自主的攻略 這樣也是跟自駕相關 那大概會是在日本東北的部分 對 不過這個就是還要再看後續的一些規劃 好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作者克里斯 為大家介紹他的第一次自駕遊冰島 然後東泛出版謝謝 OK好謝謝主持人 謝謝主持人